无庸置疑,关于人工膝关节致换手术后,患者是否能够很好地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的问题,一直都是患者加速关注的焦点。 膝关节致换目前已成为临床医学上解决膝关节病变的常见医疗方法。 所谓致换,就是将已经病变受损的膝关节,用人工设计好的膝关节致换掉。 通俗来说就是把人体自身已经坏掉的膝关节用外界的假的膝关节代替,以维持日后的行走等正常活动。 一般的,简单的膝关节疼痛,或者轻微的变形,医生都会首先采取博手的方法。 比如服用或注射医学药物,借助一些物理方法后,若都发现无明显的疗效后,在无措之下才会选取膝关节致换的这一种医疗手段。 万而言之,只有在关节发生严重病变,畸形等,用传统保守方法无法解决时,采取切除坏了的软骨,或者是将软骨下骨面积与切除。 患上设计好的医学上人工零件,膝关节致换手术有一定的创伤,术后的效果除了和医生的医学水平有关系吧,和术前术后的关节机能以及患者自身的配合程度有关。 手术后日常科学的康复,指导和锻炼是必不可少的。 患者术后如果很好地按照医生的主腹进行复健,坚持有效的康复训练,一般都能达到较好的术后恢复,只是有区别于不同患者之间自身肌肉的原因,在最保守的时间上又会多几段不同时间段来达到康复。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人工关节和正常关节是不一样的,它的活动度和正常关节还是存在很大的区别的。 即使膝关节之患手术解决了人体感官上的疼痛和身体上的康复,但是属于机械的人造关节,也需要注意起磨粉情况,这也是有一定寿命的。 所以留上术科之,为什么有些人做完双腿,膝关节表面致患,后两三年走路还是觉得,每日更新,敬请关注,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谢谢观看